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瓷器收藏呢 一定不要以讹传讹 我发了一个文章 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说选择年间巨大的瓷器制造量问题 有位有有说 根据大明会点记载 再选择八年 上善间提准烧造龙凤瓷器 一次击达44万3500件 在下不猜 没记得大明会点里有如此的记载 为了求证其真实性和做学问的严谨性 特地去查找大明会点关于这件事情的技术 现在抄路如下 我会在图中附上大明会点的影音件来佐证 大明会点卷之194 东部十四 淘气中记载 宣德八年上善间提准烧造龙凤瓷器 拆本部官议员关注该间式样 往绕周烧造各样瓷器 44万3500件 这里根本就没有说是一次性烧造 更没有说出是应该多长时间烧造 而该网友的说法 很明显是来自百度百科 关于明宣德清花词词条中的说明 但是该有有的说明 并没有引用百度词条里 关于这些瓷器的用途的说法 而是想当然的推算 每个月育尤厂的生产量是30多万件 那么共生产7年时间 那么会有多少宣德的瓷器存失 然后给所谓流入民间找借口 因为该有有只是提到具有关资料记载 那我就无从考证他说的资料是那本资料 也找不到宣德年间育尤厂 每月生产30万件瓷器的记录 玩瓷器收藏也好 其他古董收藏也好 最基本的就是要严谨 科学考证而不应该以讹传讹 玉瑶厂移植就在珠山那里 大家都可以去参观考察 况且在宣德年间 还不存在什么关大明梢的做法 因此皇家的订单 也只能是由玉瑶厂来生产 你去珠山玉瑶厂考察过 你就会推翻自己的所谓结论了 民间会不会有宣德的真品瓷器 当然会有 但是量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大 更不是以额传额推断出来 所谓的量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话说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订阅点赞 以及转发我的视频 同时呢 也请您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 您可以看到 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 视频的内容 也欢迎大家呢 点击这个 赞助这个按钮 以及 超级感谢这个按钮 来支持我 能够把这个 系列的这些讲座呢 能够做得更好 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